尤其你今天踏入了这个技工的活门 你是不是拜技工为老师啊 是 你拜谁为老师 技工 你更为了土地 技工 你呢今天踏入了活门 你就是要学活规理节懂不懂得啊 所以呢你今天 别人家说你是一个修道人 修道人大重复至今 修道人这三个技是最神圣的 懂不懂得啊 人家不一定尊敬大官大富翁 但是人家尊敬修道人对不对啊 人家看重修道人是不是啊 所以希望土地们 你们今天加入了修道的行列之后 你要呢 韩阳的功夫很周到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不可以啊 好 欢迎婚楼第三条 心事要很大 啊 好不好啊 好 志向要很高 懂不懂得啊 刚如病激 你才能够真正的 功夫到家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好啊 你这个心 这个心不是 老你这个心不是让你呢 天天去逛电影院 不是让你天天泡咖啡事 懂不懂得 我们呢 天天要拿圣贤的功范 圣贤的行为 来让自己去学习它 懂不懂得啊 要时时刻刻的动你这个心 动你这个心修养你这个心 改变你这个气质 懂不懂得啊 懂不懂得 懂 我们应该以德性来做什么 沐浴 以德性来沐浴来洗澡 这是第四条啦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做得到吗 可以 可以做得到吗 可以 那好 我们想要学圣贤 你第一个 你这个 再来这个动作呢 就是呢 不要计较先太大 好不好啊 好 好不好 好 随眼随分 第五条 不敢讲啊 老师告诉你 老师救你的性命 是不是啊 老师教你们的是 心理心华 懂不懂得啊 所以老师我希望福二们 你要修道办道 你要真修实验 你真修实验自然有感应 知不知道啊 所以呢 你心里有什么挂碍 你要时时刻刻的回光缓照 可以不可以啊 你回光缓照了之后 你晓得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我们一个人 都一个人啊 你这一步要踏出去 你要想到你这一步应该再怎么踏 对不对啊 要不然 你忙 忙 哦 忙冲瞎撞的话 容易不容易跌倒啊 容易不容易跌倒啊 对呢 对自己照顾仔细 好不好啊 好啊 他要随眼随分 知不知道啊 哦 广结善联啊 懂不懂 懂 懂不懂 懂 好 好 再来 嗯嗯嗯嗯 啊 是要求远 不要呢 让这个心 心智啊 怠慢了 所以 要如何才能够保持 这永远心智不怠慢呢 成河很兼泽的第六条 第六条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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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不慈悲啦 心口是喜 不慈悲 心口是喜 不慈悲 福安门 有 靠山是山怎样啊 到 靠人是人怎样啊 到 人跑啦 啊 靠山 山倒 靠人 人跑 靠鲜活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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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最好 啊 看 你要靠仙活的话 涂征的烦恼 只要靠自己 最好 自己来 老师 一杯 你 我摘一遍 我摘一遍 他就不在乎 你 我摘一遍 我再一次老子再次面牙 你 你 老师那紅白就不靠 你了 知道吗 啊 不可以 老师那摘到就不靠 你了 你老师那摘到就不靠 你了 好 你看他最靠 好 他解決了危機 是不是啊 是 但是呢 老師要借題花揮 希望徒兒們 你要修道 要靠自己 懂不懂得啊 不然今天三個四個 開始變得利 做善事啊 你有這顆心 你去做它 自然就成就它 懂不懂得啊 懂不懂得 所以呢 你不要認為說 嗯 做什麼善事嘛 我還不是活人好好的 人有淡氣禍物 天有不測風雲 我們一個人 要是時時刻刻 存著雷公雞德的心態的話 那麼上天時時刻刻就加辟於你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知不知道啊 知道 所以呢 希望徒兒們你今天 得得到以後 你要有眾善奉行 好不好啊 你要有樂道 好不好啊 好 你要靠自己 懂不懂得啊 好 自己的聖賢果味要自己爭取 自己的成就要自己爭取 對不對啊 對 你長大啦 你父母是不是跟你分家 對 你再不再跟你兄弟同家 齁 樹木長高了就會分支 對不對啊 對 分支以後 他自己身體 他自己有他的生態 有他那美好的一面 對不對啊 但是他那美好的一面 必須受盡風吹已打 他才能夠堅固 懂不懂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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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就好像那棵樹木一樣 你 修道 有道辦 對不對啊 一棵樹 有很多的葉子 很多的葉子就是那些道辦 你 只是襯托了一份 但是 少了你這一份襯托 這個樹木 就不那麼美觀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們要修道 不要欺視自己那麼一丁點 好不好啊 好 我畫也好 不畫也好 但是圖我們 少了你 啊 這個樹木就是你啦 知不知道啊 啊 就像剛才 啊 你們這一班 少了他 說要上天堂 老師就不能誇歸啦 知不知道啊 因為他敢說 老師我要上天堂 那你們呢 就不好意思說 對不對啊 所以呢 任何事情 少了那麼一個人 少了那麼一點點東西 就會缺少賣分美感 那我們 都是 白羊 白羊 從上修道車 你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雖然只有那麼一撇 那麼一點 但是 這一點這一點 都別記憶憶的 曉不曉得啊 這叫做 天真 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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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材料,把你這一顆材料給照顧得好好的 好不好啊? 好! 好! 擦掉 這不簡單啊,名字啊 所以,你有什麼疑問,老師會馬上跟你姐姐的 請再姐姐啦,好 我看你很難看啊 老师为什么会写颠倒字 你晓不晓得 就是跟徒儿们你们说一个人不要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就会颠倒错乱知不知道 现在徒儿们都在说 这个老师的确很棒 所以老师太得意了 我就忘得行把字颠倒错乱了 你们修道也是这个样子 你要是太得意忘形的话 太自以为是的话 那么你就会颠倒错乱 知不知道 所以要时时刻刻很紧张 让我懂得 忘情决定 是吗 是不是 不是 不厉害啦 这是只有哈斗才哈的 哈鲜太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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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过 只叫哈 Sales AH 的哀 所以希望徒儿们 mostrar 只是要我們記得 人上有人 天上有天 這一句話好不好啊 好 好不好 我們不要不斷樂器窮救 人上有人 天上有天 所以我們要尊敬別人 啊 體貼別人 知不知道為別人著想 事事為別人著想 人家事事為你著想知道 懂不懂得啊 啊 這是人生最大的戰利品 就是絲蛇 知不知道啊 人生最大的戰利品 就是絲蛇兩個字而已 你能夠絲蛇的話 那某你自然而然就能夠得到它 懂不懂得啊 好 懂不懂得啊 好 好 我們繼續 我們要有見善則喜的心態 好不好 好 看到人家的好處 要替人家高興 懂不懂 好 嗯 好 那有親戚好友 他們得了道以後 你就要時時刻刻為他們著想 他們是不是很誠心誠意的修道辦道 好不好啊 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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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處處為人家著想 懂不懂得啊 懂 老師來到這裡 雖然瘋啊 雖然消消 可是老師無時無刻 不藉著各種題目 各種花樣來教導我徒兒 你要怎麼明理 你要怎麼修道 知不知道啊 知道 好 好 好 可能是五個小時還是很生動的 懂不懂的 懂啊 講出講的時候要是五十分鐘 就會坐不住啦 是不是 兩隻 啊 不會 喔 不會都假啦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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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條就好 十條就好 來 幾條就好 他們起來 喔 他們那邊給我放假在上面 好 他就放在那邊 用啊 你中的還沒有電腦 你不要說現在有電腦 把它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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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雖然啊 電腦是萬人的 但是 你 一個人 這個 心智 比電腦還萬人 懂不懂得 電腦是什麼東西 人的頭腦什麼活的東西 我們 做人處事 要頂夥的應用它 懂不懂得啊 不是呢 要讓那些文字的障礙來左右我們 你曉不曉得啊 所以呢 希望徒兒們 你不要被這個社會的世俗的風化 給左右了 可以不可以啊 你要呢 讓你自己左右你自己 讓你自己行動你自己 讓你自己成就你自己 這樣你一個人才有真正的價值 懂不懂得啊 懂不懂得啊 好 然後第十條 來 第十條 師給徒兒師 好 人生意義 超的認識清楚 人生的真正意義 最高超 我們要為人家服務 我們要為人家服務 我們寧可犧牲 這是最高超的 懂不懂得啊 好 親視你這個身體 而招踏你這個身體 好不好啊 徒兒們你要知道 你這個身體 是由腹肌母血 所容積而成的 對不對啊 是二五成形 是三五成性 才有你這個身體 你一個嬰兒出世以後 他沒有這個性的話 他就翹變子了 對不對啊 對不對啊 所以呢 我們有這個靈性的存在 你這個靈性 是至輕至高 至勝至敏的 你要討他的氣 造就你這個靈性 讓你這個人性 靈性呢 不論這麼高 這麼聖 這麼明 這麼光輝 還要讓你這個靈性 很有價值 懂不懂得啊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 所要求的不是什麼 不是金銀財寶 你身上縱然有金銀財寶 很多 但是你死了以後 兩手空空 對不對啊 你一個人 啊 有錢 有勢 勢力很高 高官厚捷 但是 你死了以後 兩手空空 什麼也沒有 是不是啊 所有的 十年換海 是百年的什麼啊 沿途啊 對不對啊 我們一個人 來到這個世界上 你的所作所為 都足以讓你牽扯 牽牽萬萬年的因果 你今天 修道半道 你就是要了竊這些因因果果 我們呢 要一道斬斷這種萬麻 你才能夠清淨 才能夠環補虧天 知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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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圖二們 好好的看中你自己這個身體 不要讓他作惡了 好不好 好 不要讓他日趨下流 你讓他日趨下流 你等於不孝子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身體 是你父母給你的 你的父母 望你成龍 你的父母 望你成鳳 對不對啊 對不對啊 那麼 你依照他你自己 等於你不孝順你父母 你不孝順你父母 等於你父母 不孝順他的父母 對不對啊 哦 他的父母也希望呢 他的子孫都是好人才 他的子孫都是有名望的人 對不對啊 但是呢 因為到了你這一代 你糟蹋了你自己 啊 讓你父母失望 讓你的祖先失望 讓你的九賢 七祖都蒙焉啊 對不對啊 所以 我們一個人 價值 要看你怎麼去做他 你是很高的價值 還是默默無聞 人 有很多人 有聰明人 有笨人 有聖人 有凡人 有賢人 有儀人 種種人都有 但是 這是 一種迷 兩出來的 對不對啊 一種迷 兩出來對不對啊 但是 圖二門你要知道 人的靈性本來相同 聖邪沒有分別的 這個靈性 都是相同的 只是你本身 被這個色 色受想形式 給蒙蔽了 蒙蔽了之後 你自己不了解自己 以至於才會在苦海裡面沉淪 大棍 知道嗎 齁 你才會在紅塵裡面沉淪 哈 以至於流連六道五 不能夠超生了死 你今天得到名師這麼一指點 那指開你的來氣之路 來氣的大道 你了解了以後 你就要好好的奉公手法 好好的去做 照著人生的方向 照著你靈性的真正意義去做它 自然而然 你不能成就一代的聖人 但是你至少 你可以 可以 做一個很完美無切的自信 懂不懂得啊 齁 你雖然不能 替眾生造下很大的攻擊 但是 你卻可以 安安穩穩地 剪耀光收耀者 光耀你自己的家門 懂不懂得啊 所以呢 修道 不是騙你的 騙你的話 那他們來這邊做什麼 你來 你們來這邊做 做了兩天 是不是啊 吃飯 人家跟你們煮好 天外 人家跟你們煮好 講課 人家跟你們講得好好 排桌椅 人家跟你們排得好好 難道他們是傻瓜嗎 是不是傻瓜 難道老師我有什麼誇數 這樣給他們救來嗎 有沒有啊 是他們心裡面自己想要來 他們向善的心 對不對啊 所以呢 他們一樣 啊 得了這個道友 他們發出這一顆自信的光輝 他們發出了這一顆福提自信的心 他們很同情你 他們很愛護你們 同情你們 愛護你們 想拉拔你們 也像他們一樣 所以他們帶你們來這邊開花會 來這邊聽道理 讓你們靈理 讓你們都能夠修身養性 你說應不應該感恩啊 應不應該感恩啊 應不應該感恩 一個人只要時時刻刻 能夠抱著這種感恩的心情的話 那麼 老師我保證你 你一定能夠改觀任務 論定的成道 好不好啊 好 民流人間是道成天唱 好不好啊 好 突然應不願意啊 願意 願不願意啊 願意 所以呢 不要小看幾身體啊 不要小看幾身體啊 不要小看下去 那樣嘛 好 那樣嘛 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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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為大家 一時的迷媚 以至於造成這個社會風俗的敗壞 所以你今天了解了這個道德 你了解了這個倫理以後 你要反轉這個頹勢 懂不懂得啊 盡一己之力 你有一分力量你就盡一分力量 你有三分力量你就盡三分力量 你有三分成心 老師我助你七分 老天他助你十分 你懂不懂 懂不懂 所以呢 圖外門 你做一個人 你有人生在 一個人有人生在 正賢先佛他都想行功力 你看老師我 老師我 一世古人啊 對不對啊 對不對啊 老師哪都要借個人來 老師來這邊 也是戒切的更得出 修號半道 老師也是想要跟大家 跟眾根傳道 為什麼 老師我 也想行功力的 老師我 也想 讓這些九六活子都一起免理 對不對啊 對 先佛各個來 他們費盡心機 也都是想讓你們都能夠免理 所以 希望你們 有這個身體在 啊 眼睛可以看 嘴巴可以講 耳朵可以聽 腳可以走 手可以做 什麼都祭備的話 你們再不珍惜自己 再不好好的修道半道的話 那麼你們是 糟糕你自己的身體了 懂不懂得啊 懂不懂得啊 所以呢 要同心協力化周遙 可能 老師幫助你們 我們啊 一個人 要修道 要半道 要有三個條件 哪三個條件 你們要 小不小的啊 想要小想要吃泡 知不知道啊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好 我們一個人 想要修道 想要修道的話 必須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天時 第二個地利 第三個人和 天時地利家人和 你才可以半道修道 懂不懂得啊 懂 假如說 這個時候大道是祖傳的話 古時候人家修道半道 古時候的修道人 都是要千山萬水伐勝 對不對啊 啊 所謂的千里 謊人之 是不是啊 哦 萬里是秋口節 你們現在 都不用 會什麼心機 銀寶師 自自然然 到你家門 跟你說 道的好 道的妙 天命的真 禮的真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你們得到了這個天時 因為上天大開幅度 上天不大開幅度的話 你想要得這個道 自信之保 還是不簡單的 對不對啊 哦 你可以想一想 你們至少都看過 或許都聽過 以前總總修道人 是不是啊 但是多不多啊 多不多啊 但是我們聽到的 很多人在修道 對不對啊 但是成道的少幾又少 是不是啊 因為呢 他們沒有賺到天時 沒有賺到地利 沒有賺到人和 所以呢 他們雖然修了一世的道 但是還是這樣子 草草了切一聲 這樣有沒有價值啊 有沒有價值啊 所以呢 你們得這個天時 而且又遺到這個名師 你們又降生在這個 縫來仙道 這個寶島 寶島裡面 諸天祝道 諸天祝道 因為這邊 善然性能太多了 所以呢 諸天祝道 讓你們都很容易的 去瞭解說這個道理是怎樣 讓你們都很容易的 時時刻刻可以知道說 有這個軟痰的存在 有這個神火的存在 所以你們一聽到這個善道 馬上會發善心 馬上自己會去尋找 所以你們有這個根基啦 是不是啊 有這個地利啦 你們還得要 遺上一些 跟你們有言的人 跟你們有言的人 你們遺上了 你們還得要 來參加一些 人家跟你們講道說道 讓你們完全去了解這個 道理的宗旨在哪裡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必須有著天時利益人和之後 你才有辦法真正的 踏入一個很完美的道場 所以 希望夫人們 你既然踏入這個道場 你就好好的珍惜它 好不好的啊 好 好 戰軍誠心啊 老師自然啊 助力高 咳咳咳咳咳 你還要叫我鐵鐵知道嗎 鐵鐵知道嗎 是 好 你呢 要自己知半解的話 你往往自己出差錯的都不曉得 懂不懂的 懂不懂的 所以呢 這個道學 是一門深 很深淵的學問 你越鑽研它 越妙 你越緊要追究它 越深 你不要呢 嗯 修道修久了 就認為說 哎呀道就是這樣 沒什麼嗎 是這樣而已 但是 這個修道 道跟德 是看不出來的 得 你拿得出來看嗎 拿出來拿不出來啊 看得出來看不出來啊 你說你有德性 在哪裡 你拿給我看 拿得出來嗎 拿不出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這個道德 是很玄妙的東西 但是 你肯去做它 你就得它這個道德了 懂不懂得啊 懂不懂得 就跟你鑽研學問是一樣的 你呢 越研究了越深 我們呢 看書不是佐馬看的話 我今天看十本書 人家今天看一本書 人家完全了解它的意思 但是你看十本書 你甚至一記都不瞭解 對不對啊 所以呢 你看多人意 你要金要鑽 懂不懂得啊 修道也是這樣子 你要金要鑽 你要是啊 常常往旁聞走道去鑽 去鑽的話 你越看越複 知不知道 你越追越多的話 越追越複 自己迷失的都不曉得 不是 枉灰你一生的心機嗎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你今天認定的 老師我 今天有沒有認定我 沒有 你今天認定的老師我 那麼希望 我們呢 一律為師父 終身為父子 好不好啊 那要時時刻刻要記得我 你時時刻刻要以道堂為榮 好不好啊 好 雖然技工我沒有什麼德性 但是技工我 畢竟還有這一份口才 但是口才不是吃飯的 懂不懂的 還是德性重要 知不知道啊 知道啊 雖然老師我沒有這個德性 但是上天已經付給老師我這個德性 才會有這麼多的土地 懂不懂的啊 所以呢 我們有德性 我們不要求德性 知不知道 有德不要求德 這樣才是真道德 知不知道 好 就叫做 以為而為 你知道啊 好 知道就好 所以呢 你要是半徒兒會的話 就會公徽一會 祖先蒙修 你的祖先啊 因為蒙修啊 祖先呢 都看你這個修道而止 你要是好好修道的話 啊 三千六百勝 四萬八千錢 你都能夠沾上一份 但是呢 你今天修道修道一半你不走了 本來你的祖先 因為呢 你一個子孫在那邊修道 他們都沾到你的光榮 但是一天 你又呢 踏向黑暗的路途 你的祖先是不是又把這光明的一面給蓋上了呢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天理是對待的 你能夠好好修道半道 上天自然復辟你的家庭 懂不懂得 我們呢 想要 得到家庭很好 你家庭想要很好 你家庭想要很安逸 那 你就必須時時刻刻 抱著善良心 修道的心 去做事 去做人 去處事 去罪人 去罪物 那麼自自然啊 你的家庭就會很綿蠻 自自然啊 你人事方面就會很融洽 懂不懂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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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光明我們自己就是光明大家了 好不好 好 好 好不好啊 好 人生有二十種老 世界上有二十種老態 茄子老了 有一包子 對不對啊 樹老了 葉子雕了 對不對 人老了 牙齒糯了 對不對 道主老了 他會講經 講道德經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和尚老了 他練經練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修很久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 要修 修道 要行功積德 你越修越多 就越老 你越積越多 就越老 知不知道啊 所以呢 嗯 圖阿門 不要修道以後 變成一個老油條 懂不懂 懂不懂 老油條 又黑又乾 不漂亮的啦 要吃那個 冷油條 才有用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是讓圖阿門 你修道 都能時時刻刻 保持初衷 你出花心 你今天跟老師我畫一個什麼心 你現在這個心 對老師怎麼樣 你就永永遠遠 把這顆心 這顆心用在這裡 這顆心 用在眾生的身上 那麼 老師我 保證你 永遠是那麼論 那麼年輕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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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圖兒們 使我 能講的就講 能夠調教的就調教 但是希望圖兒們 嘿 你看得起老師我 好不好 好 你呢 今天跟我做 一段 師徒 希望你真生世世 我們都能夠結下這麼一段父子言 好不好 好 阿門 你修道不是為老師我 你修道 也不是真正的為你的祖先 為你的父母 你修道是為你自己 懂不懂的 好 你修道成功了 你父母沾光 那是連帶關係 知不知道 你修道成功了 人家說你是濟公的徒弟 那老師我是連帶關係 沾到你的光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能夠修道 修得很好 你連帶關係 連帶的關係 都讓眾生都能夠 得到這一份榮譽 那你才是真正的一個人 曉不曉得啊 所以呢 嗯今天 你來這邊聽道 你來這邊學道 沒有人騙你來的 曉不曉得啊 曉 懂事 懂不懂得啊 人家職業並不比你們低 人家志向並不比你們小 人家學歷並不比你們低 懂不懂得啊 但是 人家為什麼可以犧牲這三天的時間 來陪你們在這邊耗 好 只不曉得 好 不好 好 不曉得 父母呢 栽培你們的這個恩 不要呢 姑父呢 錢賢呢 承錢你們的這個恩德 我們做一個人啊 最重要只有四個字 一個人 知恩報恩 這四個字而已 懂不懂得 好 你一天知道了上天給你這個恩惠 上天掌養你 上天生意你 上天化育你 上天照顧你 你今天就是要把這一份恩惠還給上天 懂不懂得啊 飲水之言這四個字而已 懂不懂得啊 好 所以呢 如果我們都能夠記住這 飲水之言四個字的話 那麼老師我保證你 一定 成道 一定 了道 一定 正道 好不好 好 我們呢 修道只有八個方向而已 你今天得到你就要誤道 你誤道了你就 你就要修道 你修道了你就要了道 你修 了道才會怎樣 才會怎樣 才會成道 所以呢 我們一個人 要發出自成的心 我們人的心回復很多種 假心真心 畏心 誠心 正心 偽心 屈心 什麼心都有 但是 光看圖恩們 你畫的是哪一顆心 你畫的要是真正自成之心 那麼 自成 怎樣 可以趕天進 自成可以動鬼神 對不對啊 對不對啊 對 希望圖恩們 只要你抱著這一顆自成的心 那麼 你的這一生就沒有遺憾了 你呢來這邊聽道理沒有白費啦 懂不懂得啊 好 希望圖恩們聽完道理以後 都拿這顆自成的心 去對待別人的話 那麼 老師我保證你一定讓大家尊敬你的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呢 希望圖恩們你自己好自為之 好好的發揮 好 我 再看你 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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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奸其意志 始終如一 才能 代表你們終於到 終於老母 而此時的心智 今天 從早到晚 先我 已經自動 讓你們看看你們自己 你們能耶穌 自己有幾魂 因為 將來你們要步入社會 社會是一個大欄綱 難道生活能 死死險象在你們的身邊嗎 所以 會有你們自己的心 來耶穌自己 所謂戒 戒性 就是一種華麗 一種戒律 佛堂的戒律 乃是以有行的 而你們此時 各個所立的 皆是清靜 之志願 唯有自己耶穌 自己 今天成 你們能照著志願去做 而又能 奸善於天下 這乃是你們的靈性 這乃是你們的靈性 即使你們 大家各個能所起志願 潔身之愛 而行如清黑白日一般 你們的品性 而合乎你們所立的志願 即使沒辦法說 向你們的情血們 半吃一番嗡嗡累累的事業出來 那你們也盡心 個人有個人的命 個人有個人的因緣 唯有守其 本心 守其你們現在的志願 然後慢慢的 隨著因緣 在你們各處 各個 身旁 隨處 度化 有言人 因為理想 與現實 是兩並行的 而你們各個都是深入在 紅塵的每一個角落當中 紅塵每一個角落當中 你們的四周圍 皆是在考驗你們 那只是在於有行的方面 你們此時坐在這邊 擠不擠呢 但是你們四周圍 雖是 那麼距離那麼小 那只要你們的心胸坦大 猶如敞陽在天地之中 一天下來到現在 你們的身心 現場 意象 外面一巴 那 此心的清爽 毫無 優力 又毫無 有所奠念其他之事 只要你們 能保持此時的心客 出去外面之時 你們的心能去轉動一切的事物 你們不要被環境而左右 能轉右環境即是如來 也就是各個皆是觀音 若是不能被環境所轉 就會困擾你們的身心 使你們的身心有所掛碍 當然先我要要求你們 此時各個皆達起 聖賢菩薩之心界 不可能 因為只要你們帶著肉體的存在 無愛無聲無患無神 有肉體的存在 難免就有情意的困擾 那你們要如何來降伏其心呢 必須要知道 得物以自知 時時刻刻 割出你們心物中 的這種心物 隱為之處 你們就是要去窮禮兒 才能盡興 窮其事物的根本應有 其因緣的存在 人將來世界上 博士為一大因緣來到此世界上 為了生死兩個字 你們之因緣何嘗不是 那要如何來動策你們自己的因緣 而動策世界上一切的事物 事有 宗史物有本目 其中就 那就要有 智慧請明白 要如何來產生此智慧呢 必須要以有清靜之心 一潭水清 是不是能應獻一切事物 是 你們現在就是邁向此 屠殺至敬 你們既然歷此自厭 你們既然歷此自厭 是否要心口合一 而達成此境呢 那就必須要培養此心境 要如何來培養 動時 動時 渡人 靜時休息 有事情 去操辦一切事情 美食的時候 回光返照 讓你們的身心能達持此時的平靜 讓你們的身心 讓你們的身心 能破爛 猶如 清水一般的名冊 映其夜光 事物無所不照 讓你們明辨 事情的 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臨到你的身上 只要你們走到了 事情碰到你們 就有其因 因為你們以往所照下其因 此時要來聊其言 你們雖是立了清靜 但是不可能 你們 人人 每天都坐在這邊 素其位而行 而你們 也是社會商中的一分子 入其社會 我也是講 社會是一個大懶缸 而你們在這個 大懶缸當中 要連出污泥而不然 談何容易 所以沒有真正的智慧者 要超脫 要超出 這一剎那間 也就是一個大關鍵 相信你們每個人 在你們 還沒入班之前 你們在每個人的方位上 有遇到不平凡的思議 讓你們的心 矛盾 心意矛盾影響你們的身體 身心身是一體 其性 哪能光明 事會不顯出 哪能斷起 明辨一切是非 事情的本末因有呢 所以說修道完全是修心 而且要讓正法能奄言流長繼續下去 讓這個道場能鞏固 就必須要有 各個有清淨之法身 才能讓此正法奄言的繼續流傳 而你們各個生氣的都是什麼 拜天鮮化的使命 而且生氣的眾生未來 扭轉乾坤的這一種職責 因為你們都還年輕 國家的主人窩 是一些年輕的少年 到場的主人窩 能讓這個正法奄言流長 為奈什麼耶 真正捨身奔道 有大犧牲者 有無謂的精神 才能聚起 而康啟此使命 而你們各個都有此不平凡的理想 那就必須要腳踏實地去践行 這樣子才讓你們的前途不會有所茫然 你們的心也好像說 持著你們的方針 你們的理想去做 所以第一必須要先握自你們自己的方針 竊立你們自己手力的志願 不能再猶豫 因為你們方針握準了 竊立了我是 真正要做什麼職責 那當然你們會朝著你們的目標去做 那當然你們會朝著你們的目標去做 不能羨慕 只要你盡心去棒 度多少 只要你們守住這顆心智 其因緣成熟時 自然瓜屬無地勒 只要你們幾粒能力勒 你們得獻可以出來 得入日夜 其光照宇宙 此光你照下來 難道 眾生會去引力的說 他要逃避這個光 他不讓日光走照嗎 對不對 所以 我也怕怎麼樣 得不修 不怕 以後沒到吧 不怕 只要你們先定了你們自己的志向 平時 好好充實自己 不要老是有時候一天到晚怎麼樣 夜天遊人 為什麼 大半不開 錄不到人 往往你們 回光 想到自己 為什麼你講出來這句話 別人沒辦法 心說 沒辦法影響到別人的 你們就想想你們的前線 一句話 你們會共如天子一般 其得的培養 不一樣 你們還能前 你們還可以造 造酒 因為你們雖是人 但是你們已是半仙之體 人人要想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讓你們的心 能平靜 顯開你們的智慧 辨別一切的智慧 而明認事物的一切根本因由 了解你們自己的 因緣存在 而你們 所擔的是什麼職責 朝向你們所 擴展的方針 以及你們的理想的目標 既不成仁也成仁 既不成仁也成仁 所謂以言教所講的 雖因生而消失 若是以你們的得教 其得的培養 仁仁讚揚 只要你們走過的痕跡 什麼 猶如春風 沐浴 沐浴 當 在 人生的旅途當中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那麼福 更何況修到的土塘呢 平常走過了 一條道路若是在還沒有修 你的時候 你們現在能這麼安穩 是你們前人已經打下了基礎 如果要讓你們再去開創呢 日前的起頭腦 創業的起頭腦 事業剩業同是一般 但是沒有經過這辛苦 流血汗淚 所結成的果 哪能填呢 你們不要老是以為你們是女子 是弱者 在你們的本性根本就不分難你 那只是這個形式 外形 而有分 你們是崑倒 你們的本性本來就不分 而你們本來就具足了 只是你們這顆心 你們是女子 是弱者 反正 不能比 都將自己貶低了身價 其性如時空 時空當中 如果 一個瓶子 聽懂 就不用擔 一個瓶子跟一個杯子 瓶子代表錢 杯子代表坤 但是裡面的空間 跟外面的空間 是我一樣呢 是 既然是可見你們的性 本性當中 跟佛 全坤和其差別 等到 杯子打破了 瓶子打破了 等到你們落地 此次 四大甲和的結成 四大甲和的結成 總有一天會壞 對不對 對 壞了 又歸至於 虛空 哪有藍女之杯 所留下來的是什麼 你們在這個杯子 就是你們此時的形狀 你們所樹立的是什麼 為何要見格 見前人格 也就是你們在世 你們所雕塑的 你們是什麼形狀 四人給你們遺留的 是什麼形狀 杯子是不是有好幾十種 千百種 各種樣花 瓶子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是 只是你們去雕塑神 你們像什麼樣 所謂四貴五盤 聖賢鮮火 環屋 聖人 這一切都是人手去雕塑的 難道 因為我就老是做這樣子嗎 寄功佛佛的法相老是這樣子嗎 這是一世一世 他所修的 所雕塑的一種形象 這就是人家所修為的 他讓他的 這種 所 既然構成的 既已成瓶子 讓這個瓶子能標示成更高貴 是不是物以稀為貴 是 而你們此時 現在那麼多人 你們的志向 那 不管你們是 當初所修這條眼 或是你們的心智 是 味道而犧牲 或是勉強 或是種種因緣 既然所修的 勉強而行之也好 或是你們心甘情願 或是你們有高超的理想 不管你們以和什麼因緣 只要你們 讓你們所雕塑的 你們要呈其 什麼形狀 我相信 人人皆是想 穿一件 與眾不同的衣服 對不對 對 那就要靠你們下的功夫了 而道德的奧妙 難道只是在言談之中這樣子而已嗎 不是 而你們是我去深入 深入裡面 真正 到手包含 一以生二 二以生三 其中的奧妙呢 你們難道還有心思在想白的嗎 因為你們只是 入其事 入其門 未入其事 誰是求道 明師指點 只是一個門戶而已 你們真正 探求了多少 有這點心思 值得你們去 萬聳 值得你們去探討 千百事益 佛 並不是一事而修成的喔 他乃是 雷是所積下的因緣 雖然說 你們常講 既然一事不能成佛 那就寥寥而知了 一事當然不能成佛 但是在未成佛之前 必須要 廣結善言 存好心做好事 佛並不是一事而修成不做 但是你們 是我有想想 你們在千百一事所累積修成的 修下來而今世能得到 能站在法王座 當為講師 能扶持三朝 帶天先化 各個因緣皆是不簡單 不能看清自己 當然 在此 夢後一朝 成舊的 福祉蜜樂成大道 師尊師母 成大道 對不對 對 但是你們皆是開路先佛 你們的因緣皆是不平凡 你們常講 西天不留一佛子 離天不留一菩薩 所以你們 有時候要自尊自重 珍惜你們自己的 累世因緣 才能創辦一環 你們的各個因緣皆是不平凡 而且大家又能聚集在此一躺 當初在離天你們也是這樣子一蹦蹦下來 各個來自不同的角落 為何你們的心智能自同道理 你們走乾乾又瞧瞧 看看你們的四周圍 先要認識認識 才能攜手 是康莊 世界大同並不是一個人 也並不是一組 也並不是一個地方 某單位所能結成的 乃是各個能同心協力 唯有化乾坑 那就要讓你們的心各個如何怎麼樣 赤子之心 而修道唯有賭於痕之 痕心 信心 以堅定的毅力 來維持你們此時的 發出來的這種事業 按照你們的事業去賣相 不成佛也成賢 不成佛也成賢 是以和刀上的人口而流團 在這個世界上 談到這樣子 道是不是在自身 是 是不是時時要戰戰兢兢 是 很忌諱 別人的批評 別人講一句話 所謂刮給你底下 別人講一句話 只能你 需不需要回光還炸 需要 若是有改 若是沒有 更能精進 不要掩飾自己的過錯 自己的過錯能讓別人知道 那才是光榮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們的心很坦誠 修道唯有一顆坦誠之心 唯有一個誠摯 天地之間也唯有這一個誠摯 何其寶貴 天行界自強不息 天地的運行 事實 是否有失誤呢 沒有 一年的春夏秋冬 而你們修道 只要有一顆純樸之心 一個誠心就夠了 卻不要老是六門在作祟 君王是主前 也就是你們的靈性 不以你們的良知良能來主前一切 老是以六門所聽的 一句話 別人講出一句話 或是你們的前嫌講出一句話 只一句話隨著陰森的消失 卻老是割在你們的心底 有沒有 甚至三天三夜還抹殺不掉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只是一剎那間 誰起陰森講出來的人已不在心中 卻是聽的人 怎麼樣 一位是寶 一個包袱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不曉得 小拓一件 好奇心 順手牽羊拿回家當作寶 登 過了一段時間自己逮開 裡面看的是什麼東西 破衣 破衣 是不是有的人還去撿到人家的什麼 蛤 什麼都有 那就是靠個人的因緣 以其就是貪心 所以修道為什麼叫你們要戒主 貪嗔心 地獄三條根 身心的勞累 身體 並不是永恆的 而你們此時 既已知道 戒甲修真 齒落體 四大甲合 乃是短暫的 而你們皆知道世上 萬般皆是無常 對不對 對 但是你們認真 認得不夠深 不夠透徹 因為你們在這個悟的當中 還沒有下很深的功夫 所以你們面臨的事情的時候 不能以真智慧 去打開一切的因緣 去撩擬 指掌說 你們為什麼遇到這件因緣 而老是記在心中 而不能 此心毫無掛暗 不管親情 友情 愛情 來困擾你們的身心 讓你們的心 沒辦法坦蕩 為什麼事情 一連串 一件事情你們 既沒辦法擺平 然後後一件事情 又什麼 接續而來 就讓你們的心是什麼 如一個網 團團轉 為師現在在打一個比 世界上的紅塵 你們有沒有看過豬豬網 有 豬豬網的結城是不是一片 是 豬豬網有的是世界上 只要一染上 就如你們 常講你們是海中的一樹 你們未見其那麼渺小 為師給你們鼻影 出那個蒼蠅蚊子 是不是也是世界上一個動物 而你們只是動物中的一個 為首而已 你們如果仔細去觀察世界上的萬事萬物 皆有它起道理的存在 所以一見霧 只能霧透一切事 豬豬網 有了世界上一個大魚缸 如果一隻蒼蠅跌下去 能自己掙扎跑出來嗎 豬豬網是不是會黏住 是 所以說 你們雖是很大的鷹眼 你們各個根際不平凡 一到這個世界上 可惜啊 要自己能 有那一種獨節 自己捷悟 不可能 所以比較靠其鷹眼 只要你們拿了一隻小棒子 或是什麼東西 只要給這個蒼蠅 稍微輕輕的一斧 拿到旁邊去 這隻蒼蠅一定會掙扎 因為他有翅膀 他想要自由自在 是不是要翅膀能揮 是 但是雖然此時 一離開這個豬豬網 是不是兩個翅膀 就能熬有自在的揮了 是 還不可能 因為還有染上 什麼 知識網的那一種 小小的 之夢 你們現在猶如 你們的全血很全人 就是鷹眼 此這個人 拿著一個 豬豬寶 一個木棍 輕輕的給你們 只是稍微移開喔 你們身上 還有藍有什麼 紅塵的色彩啊 就是你們此時 你們所知道的一切 並不是你們身就帶來了 乃是你們身下來受環境的熏蠅 也就是這豬豬網的熏蠅 他是不是要到旁邊再掙扎 是 將兩個翅膀 手沾染的蜘蛛網 怎麼樣 靜靜 也就是要讓你們能靜靜人行 那時候你們是不是心 能很坦蕩蕩 熬遊了 又能很自由自在的翱翔 雖是翱翔 但是他在那邊 就是什麼必須要什麼 在那邊修練啊 你們此時各個皆以授明師一致的 雖然再沉而不然沉 但是心上 還是有 紅塵上的 一些色彩 此色彩 不抹殺盡 永難自由 想不想自由 想 要不要抹殺 塵上的色彩 要 那要 就要下一番苦功 動時 有事情 能辦到 就繼續辦到 因為在辦到的當中 這一種佛光自然的普照 也就是一種環境自然的虛擾 如果你們各個有時候 不管前人啊 等團師調辦事情 偷懶 或是某陰言不去 此時的心態雖是以後悔 但是呢 事已成事實 那一種心 你們如果勉強去了 欸 此時那剎那間盜火堂 是不是心態的轉變 是 就不一樣 所以要你們常辦到 就是這樣子 因為常辦到 你們接近火堂 讓你們的道心 能什麼 常永無 看到別人的 花心 你們會想到自己的慚愧 所以你們不能離開怎麼樣 道場 也就是一個人不可能獨居 而是群居在道場中相輔相 而你們又有此這麼好的英年 所此道場修辦到 這是累世積下來一大英年 這麼好的英年 這麼好的家庭 應該要此此感恩 了諺 了其宴 也就是恢復你們本來的那一顆心 而不然 塵上的一些色彩 也就是要了其你們個人的因緣 個人的業力 所謂無在不轉人 無業不轉人 無德意識不轉人 而你們各個皆以清靜之法身 你們難道還是弱者嗎 是 所以你們要有怎麼樣 堅韌的意志 不怕狂風雨季 環境的挫折 只是在考驗你們的信心 在爭取你們 的智慧 這是真煞言 這是在造就你們成就以未來的佛與菩薩 你們現在的拜了 只是過去他們所修成的過去佛 而你們各個皆是未來佛啊 你們要認定即使今生拜此落體不能成就以佛 只要你們各個此此善念 再累死之下 未來皆能成就以佛 皆能成就以佛殺 所以不能謀殺信心 真上眼 環境 二類 若是你們在修半道中所遇到的困難 這都是真上眼 因為唯有半道才是經驗 對不對 才能得到經驗 經驗的累積就是什麼 心得 也就是你半道當中 所得下來的心得 壽明師一直等 毫無所得 唯有化眾生 才是得到 對不對 對 而道在悟得 你們的心得有多少 也就是你們在你們這個寶中 這個寶藏之中 這個寶藏之中 挖了多少寶了 這個寶是無窮無盡 道義是 奧妙 沒有邊際 唯有你們真心地探討 真誠地去探討 時時還醒自己 有過感 將你們自己不好的嗜好 不好的 有所偏 所謂性從偏處客將去 要修心養性 必須要從怎麼樣 天處 就是你們的缺點上 去趕進 才能雕塑你們一個形象 一個健全的人格 個人的缺點 我有誰最能明白 自私 往往都是自己最能明白 可惜自己都會怎麼樣 去給他 好像是自己閉上眼睛我沒看到 人沒看到嗎 所以你們時時要拿一顆什麼鏡子 嗯 你們不是今天也有花懺悔鏡嗎 時時的照 唯有鏡子才能照出你們自己的臉 長得怎麼樣啊 要不然你們能看到自己的臉長怎麼樣嗎 所以時時的照鏡也是 讓你們靜下來時時回光緩照 人家聖賢 真子無日三省無省 讓你們一天晚下來 工作回來太疲劍了 是否有自己想想你今天 你的靜德修業修了多少了嗎 往往都會因環境來左右你們 人往往在靜德修業當中都會忘記 三餐可不會忘記 肚子餓了是不是會吃飯 那是很明顯的你們知道肚子餓 可惜你們沒有見到你們自己光明的本性 一天一天的昏暗下來 一天一天的昏暗下來 為什麼說頭上三尺有神明 其實那就是你們自己本性當中 你們有一個守思神 各個人人都有 你們自己的心境為什麼 不能看得一千二十 很自然 你們存什麼心 你們頭上就花什麼光 這是一種燈炎 你們燈燈若是沒有燈炎會發亮嗎 對 對 你們本性意思一樣 這燈燈如果拿一個紙 自己這樣蓋起來是不是就沒有看到光了 是 但是光還是存在啊 是 同樣的 你們每天做環境做紅塵的一切色彩 給你們 蒙住 你們還不曉得 但是蒙住的 會呈現什麼 暗大 你們頭上各個奴佛 為什麼仙佛頭上都會畫一個圓光呢 他為什麼叫做圓通 你們各個頭上都有耶 圓通 為什麼圓就能通 那有手切 你們就叫做偏又是扁又是光 對不對 是 你們各個人人皆有這 光陀陀 圓陀 圓陀陀 為什麼會圓陀陀 所以你們 雖然你們 你們常在講 菩提本無術 明鏡 易揮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臣 都是口頭禪 照人家書本上講啊 那未必你們真正有你們的智慧發出來 如果這句話真正有你們自己智慧發出來 就是你們親身的體驗 一杯 一杯 錢 以及色 都是由自己去品嘗 你們現在常講的都只是什麼 借別人的智慧 當講師 拿來 自己又怎麼樣 都沒有監過你們的大腦裡面去喔 只是記得誰的怎麼樣 誰的印證又消失了 回去這個還是忘了 那並不是由你們自己心境上所培附出來的 你們自己去品牧出來的 可見你們的心都為真正的 深入 給我寫內 都為真正的深入 都還在表皮當中 因為你們所講的都還是怎麼樣 被人所經驗的累積 被人所經驗的累積 就是他的人生過程 你們的人生過程 難道就沒有嗎 沒有 如果你們自己都是當講師的你們也知道 只要你們講起自己的經驗 是不是很自自然然所表達出來的真情的流落 是 如果是十五分鐘講的 是不是有點結結巴巴的 是 而且也未必是你自己 你自己還會覺得這句話 到底矛盾 自己講了但是自己還是會矛盾 我只是要講給別人聽 講給別人聽沒有用 修道是修自己喔 而且教學相長 你們再講給別人聽等於再講給自己聽 而且有時候 智慧是在你們講給別人聽的時候 那一種無形的智慧自己身上來的 別人既然有所經驗 是人生的旅程 人家人生的經驗 各個人皆有人生 而且人生意不能代替 你們皆有人生的經驗 何嘗你們不願意 挖出你們自己的真智慧 自己去品嘗你們自己的人生 去發覺你們自己本來的那種妙智慧 為什麼要讓你們自己的真智慧 永遠藏在這罐子裡面 你們的這個瓶蓋盡已打開了 為什麼不讓你們的無私自 你們的良知良能像勇前般的 這樣子噴出來呢 你們能真正了解到無私自嗎 所以說 唯事經人所講的皆是白話 而且皆是你們切身的問題 只得你們回去好好的玩仗 好好的去換個 好好的去探 好好的去參悟參悟的 你們再也沒有心思去想什麼 一個人只要專精一件事情 還有其他 所謂專精一件事情 連怎麼樣 連失望 就是啦 還有心思 在落北的地方嗎 沒有 所以說 這也是禁 動中而取禁 所謂絕者 無私自 就是真正的良知 你們的這一種 妙智慧 那個絕者 那個絕者 絕物的絕 絕物的絕 絕者 這個絕者普通字叫做什麼 睡覺的覺 對不對 對 人家說睡覺也是靜啊 對啊 不對啊 睡覺只是 昏沉的一種靜喔 就像你們 有人去學禪坐 一坐下來 什麼都不想 那也是睡覺的一種喔 只是苦手 你們睡覺 你們身體在做什麼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睡覺 又叫做結呢 為什麼真正的佛 成就以大絕者 正等正絕 正知呢 正等正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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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等 因為你們各個既已要捨掉 世界上一切成能 你們就唯有往本性去探討 所以唯師今天所講的 你們自己慢慢的去挽手 慢慢的去探討 慢慢的去參與 這也就是讓你們的心有所足 而你們了解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切切實實的 去參與到 正等正絕 他們的這種思想上 的捷舞 為什麼叫做開悟者 你們有的人 得到 但是 未真正的開悟者 開一個門 裡面有個鎖 對不對 對不對 要如何將這個鎖 這個鎖 也就是關鍵 也就是事情的 打結 要解開這個結 必須要誰 還是細靈人 對不對 這個結是誰打的 還是要誰來打開 這個關鍵 都是由你們自己要去打開 為什麼會讓環境一直 挫折 然後 曲曲坎坷 被人的毀謀 這都是真上年 就是讓你們增加智慧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由這個半道累積當中 事情的經過 以後你們要處理 同樣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 輕而易舉了 是 這個結著 睡覺 這只是在怎麼 一個觀念間 結著就是真正人家 能參與到 事情 的究竟 所謂 活能達到究竟的內 事情的究竟 就是一個關鍵 睡覺 也是敬 真正結著 人家也是敬 同樣一個 字 也認做結 也認做叫 你們是我有去體悟到 你們睡覺 你們的本靈 跑去哪邊呢 是不是還是一個謎題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 都是一個謎題啊 人生走完還是一個大問號 這個問號你們為什麼不去研究 為什麼不去探討 真有趣味的喔 解 解 就讓你們 寫正的啦 那個究竟 對 嗯 對 沒有那個解給我寫正的 解 上面解寫正的 嗯 正的 不上 有下面拉上去 由下面拉上去 還有 寫 寫 學習的學 學習的學字 學在邊上 學在開開學字 學字的邊上就可以 學習的學 學旁邊就好 課學校的學 學字的邊上不要誇 字的邊上寫個學字 寫正台 寫大一點 為什麼一般到書十五 或是什麼都是學子學子呢 你們所要學的,是要學什麼? 學什麼? 這是你們不懂的啊 對不對?就是不懂才要學嘛,懂了就不用學了啊 為什麼不懂呢?你們看這個學字,裡面還有一個子 小孩子你們也叫做子,對不對?種子也叫做子 就是那個什麼?最微小最隱密的地方 一個種子 你們看到一個果實的種子,或是看到一顆綠豆 你們自我去想到,這綠豆的鹽油 有沒有? 真正要學到的人,見到一事一物,就要知道他的本末因由啊 這樣子你們才能知道你們睡前,以及合眼,真眼 到底是誰啊? 不要只帶著這個肉體,每天,什麼啊? 活人拖著死屍走 活人拖著死屍走,還在為這個死屍而愁煩惱 一顆種子,我們現在來講講 都沒有東西 那邊那個,那個黏布,黏布裡面有什麼 你要不要吃 好的,現在外皮先吃掉吧 對,安靜。 老子自衛吃給你,吃外皮啊。 玩家一包料吃肉,留意。 你們是不是都是在學道啊? 是。 所謂道,道是換字萬物對不對? 對。 所以要學什麼都要看什麼都要學啊? 這個種子對不對? 是。 那你們是不是常吃道? 但是你們一拿種子就是丟掉? 是。 所以你們都為什麼? 放粉了,什麼? 不會吃皮,不會吃種子。 這個一顆種子你們全都是會丟掉。 你們是否有看到這個種子? 有。 種子,所謂,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 只要有土的地方,摘下去總有一天它會什麼啊?花芽。 所以你們不要怕你們的道怎麼樣?開不成啊。 開荒怎麼樣?人沒有。 開了什麼?沒信心。 只要你們肯下種,總有一天會花芽。 有信心嗎?有。 再來了。 種子,不管內外,都是合一的。 總有一天會花芽。 修道,是不是一本望麗? 是。 你們可想而知這顆種子,將來要結成多少? 多少。 你們對於你們的未來,將來怎麼樣? 還是一個問號,對不對? 是。 啊,我有怎麼樣? 不問根源。 只問小偉。 哈哈哈哈。 你們只想收穫,不想耕種啊。 世界上沒有不拿而獲的啊。 所以你們往往你們以前手想的是不是太多了? 是。 是。 這顆種子只要你們有信心,只要有土的地方,是不是都有煙火子? 是。 每個角落都有煙火子。 同樣,這顆種子只要有土的地方摘下去,就是會生。 啊你們可不要怎麼樣? 不是其因緣啊,隨便這邊亂丟,這邊可不會長出種子喔。 因為它沒有土。 花芽,只要你們細心的去照顧,難過有雜草,要不要摻除? 有。 所以你們心中的雜草,需不需摻除? 是。 要專心一念,怎樣?只要顧這一顆種子就好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豐神演藝? 有。 當初這個,薑紫牙,到山上大師協議,學了四十年,只看什麼,老師只叫他去看一棵樹,有沒有? 有。 一棵樹大學問啊,在這邊啊。 一棵樹,如果雜草重生這一棵樹會什麼?不長啊。 會不會大? 不會。 還要顧他的什麼? 更生夜貌。 是不是要撕毀啊? 是。 跟如果不生狂風一來,怎麼? 會倒了。 還要怕什麼? 還要怕蛀啊? 有沒有? 蛀蟲,甚至一個一個大棵的中間蛀蟲,再怎麼風這麼輕輕的掃過一棵大樹還是倒下去? 還要怕,當要結果的時候,蛀? 蛤? 颱風來。 因為這樣要僵城,你們會發覺三四葉五六葉,水果這樣要縮城的時候,通通,什麼,颱風,是不是很多? 是。 都是有險,怎麼樣? 有間無險。 嘿,這棵種,水果,長得蠻大啊。 哇! 只差一毫米。 為什麼? 掉下來了。 因為被這個颱風風雨這麼稍微,稍微的淋灑一下,掉下,掉落下來了。 一掉落下來,想吃嘛,澀澀的。 我相信你們都不願意吃澀的水果。 不想吃嘛,看得又那麼大,我也有什麼?可惜。 就像有的進到十幾年,二十幾年,有沒有退到的? 有。 你們,就為他怎麼樣?一生可惜。 當然,他以前手伴了,也不會抹殺掉。 還是會抱在這個。 嗯? 當中。 而你們現在手修的不一樣喔。 是伏惠雙修啊。 伏惠。 以前的人到深山裡面修的,是什麼? 修惠。 而你們現在是伏惠雙修。 怪不得,困難重重。 你們也,還有人常抱怨,如果到深山裡面去修,不見不可遇耶。 更好修。 如果我到山上去的話喔,我一定修得很好。 請問你那邊,不曉得有幾個童修? 沒有,只有我一個。 你一個要跟誰發脾氣? 要跟誰偶氣? 要跟誰怎麼樣? 大眼鄧小眼。 是不是因為有同道者,而在這世界上互相切脫折磨,才會ㄎㄧㄤ,才會ㄎㄧㄤ。 所以不要怕真上眼啊,不要怕事情有困難來,或是怕到不如意的事情。 怕不怕? 不怕! 都,都是在造就啊! 知道,真上眼,是在造就你們。 人唯有在困境的時候,才會讓你們的信心提出,而且讓你們的智慧打開。 再來,我們來談胡惠雙交好不好? 胡惠雙交也就是幸運雙交喔! 你們現在有事情,你們是不是也捨法師,捨無畏師呢?對不對? 修會必須有情,也就是你們半道所得的經驗 為什麼呢?因為唯有功德才能消宴圈啊 這都是什麼?一貫作風啊 一貫作業,你們現在不是工業社會常講一貫作業嗎? 這都是一貫的 那要修湖很簡單,一般人不是到廟裡叉叉桌子 然後有錢、失錢,他們所求的都是在怎麼樣? 你們當中,你們求會,你們全身的奉獻 捨身,對眾生 如果你們到時候露的只是一個福字 那怎樣?只是四倍公辦 欸,此時剛好成就之因緣 你們坤道在坦南 唯有這樣子才讓你們此時能在這邊聽你什麼?華語的之論 若是各個有家庭,能在這裡嗎? 能 這也是真讚言喔 不會雙修 一方面又要普渡眾生,一方面又要修集 若是讓你們人人都修得很好,再來普渡眾生的話 太慢了啦 就是唯有讓你們在辦的當中也去碰壁 得到一個經驗 因為碰壁了你們會回頭 因為總不會牆壁你們一直走 但是回頭可不要怎麼樣? 碰得太大了,一反回頭的時候有沒有,又往這邊又碰 為什麼? 啊,修到很苦啊 因為修久了,難免 你們沒辦法試來則應,試去則見 不管以前的種種的累積下來 成為什麼? 厭雨 成為...什麼? 這個環境呆久了有一種厭緩 就想什麼?跳路以紅塵之中 嘿,不錯,新鮮 剛開始 什麼?就是這樣 這邊碰壁了 跑得太快,那邊又碰壁了 到時候還是要再回頭 但是回頭,已是怎麼樣 對啊